現在我們看到 你們自己安排 另外的,你們還會看到有什麼呢? 有兩條全身的安全帶 還有兩條是鎖頭的 那這兩個全身的全身安全帶有什麼作用呢? 通常就是 給那些 最後兩位參加者 給他們兩位穿著的 那作用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參加者 可能褲子比較鬆 或者是像筋頭那些 那一陣子當進行的時間 就會想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會拉褲子 真是日光日白 露出來整條拉到去的膝蓋都可以 那所以呢 有了全身的安全帶的時間 他就會比較容易上一些 還有呢 當需要幫忙的時間 在台上的人呢 參加者也可以 拉褲子的安全帶 幫他盡量作用 這樣 OK? 可以嗎? 那另一件事就是 那些女生 尤其是女性的參加者的話呢 你在事前的時間呢 必須勸喻他 將他那件衣服呢 摺到褲頭那邊 OK? 因為很多時候呢 周不時就看到他了 上去的時間 因為上面的人幫忙拉他上來 無形中呢 將他那件衣服扯出來 如果他那件衣服很短 甚至不舒服的話呢 然後呢 下面呢 就是一覽無遺 就是走光的那一隻 OK? 所以呢 第一件事呢 勸他們全部放進去 對不對? 或者是呢 當如果你是氣床充足的話呢 就是說 你有很多全身式安全帶的話呢 可以給所有女性參加者穿的 在外面呢 有些場地呢 如果他是氣床充足的話 是會這樣的 所有女性 輪流著 一上去之前就穿了 落到來就脫上去 都會有的 都會有的 除此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說呢 所有參加者 將他們一些 比較豐利的一些 一些物件把它除掉 例如一些手錶 戒指 手鏈 這些這樣的東西 將它呢 在活動之前呢 將它們除掉 OK? 要不然呢 很容易就要刮到其他參加者 或者撞到其他參加者 另外呢 就是說呢 亦都同樣的 在過去的經驗來說呢 都見過很多戴眼鏡的參加者呢 在上去的時間呢 跌眼鏡下來的 很多時候 會有身體不小心 困到啊 等等 那麼呢 眼鏡跌落地的時間呢 就是下面其實很多人在的 踩來踩去 好彩的 馬上站住 不好彩呢 落了地呢 我相信 當它落到地下 看到那個眼鏡爆了 啊 軟了 所以 提醒參加者 如果他 除了眼鏡 也能看到東西的話 勸他除了眼鏡 是勸的 沒有說不重的 OK 勸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需要戴眼鏡去玩這個活動的時間呢 你要告訴他有這樣的風險 就是跌眼鏡的風險 OK 啊 暫時就是這麼多了 就是玩之前 除了一些風利的東西 三時間 OK 另外還有一些場地呢 要求參加者呢 將他的鞋 OK 將他的鞋脫掉 那麼我們在這裡來說呢 都不建議的 就是 OK 不建議脫鞋的 為什麼呢 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就是說 除了鞋之後呢 這隻鞋 其實呢 有一個保護的做的 你沒有了那些鞋在那裡的時間 那些人呢 腳踩腳啊 等等呢 有機會踩到腳趾 OK 就是 踩到地下的地方 OK 另一樣東西呢 就是說呢 鞋呢 都有一個衛生的部分 你可以呢 免除了一些 一些 味道啦 或者是有些人有些朋友 或者是 你以為 被免除了自己的方法 所以呢 不要向你們 建議啊 或者是 有些人前 或者是 除了自己的方法 OK 好了 接下來 那 講一下呢 一些 上去的 事項 OK 或者是 怎樣做一個 承托 或者是很安全 就是這樣 OK 好了 那 首先呢 講一下呢 呃 我需要呢 兩位朋友 幫我 拿著這支棍的 我呢 就是說 無疑呢 我就站在那個 高台的上面 高台上面 那 這支棍呢 就等於呢 上面那支棍都不行 OK 好 好了 好 這樣就好了 那說完了 當 上去的時間 OK 那有時候我們需要呢 去拉一些朋友 是不是 上來的嘛 大家去抽上來 那我們呢 要留意一下一些 扣手 我們叫做手扣手的 一些安全的事項 OK 好了 假設這位朋友 OK 好了 記住咯 我們呢 在玩的時間 有些人是特別手汗多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千萬千萬呢 不要就這樣拿著手指 因為當有手汗的時間呢 和體重的話 就很容易會脫手 除此之外的 就是留意一下 一個呢 我們叫做 這樣 拿手指這樣 你看看 是不是 你見到這樣都是呢 一個手指扣來的 這樣呢 不是不穩陣 都穩陣 不過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有很多人呢 是留了指甲 OK 當你有了長指甲 加上體重 受力去拉的時間 有機會令到你的手指甲 刺進去對方的手指肉裡面 就是很痛 痛的時候 有些什麼的自然反應 就脫手了 OK 所以呢 又是不好了 就是不容許的 那建議用些什麼呢 首先 所有手指合起來 OK 然後手腕扣著手腕 行不行 這個好處有些什麼呢 就是說 假設在那個 進行的時間 任何一方 OK 不幸地脫手都好 另一個呢 都仍然是抽著他的 行不行 OK 還有的留意呢 就是說 這一邊來看 如果 因為這邊會沒問題 OK 看一下了 假設某一隻手指 OK 就是有些一下 例如這樣 OK 有一隻手 沒有合起來 都很舒服的 因為隨便拿著一定舒服的 但是呢 當手指是沒有合起來的時間 單一隻手指就會比較脆弱些 是吧 有時候呢 拉扯或者壓的時間 有可能令到 其中一隻手指 外腦的手指 有可能會扭傷 甚至乎會斷骨 OK 所以呢 記住提醒參加者 或者是講解的時間 必須要示範 正確的 一個手扣手的姿勢 可以嗎 可以嗎 一定要含著手指 這樣抓住 OK 好了 然後呢 就說一下 呃 一些 承台者 承台者 OK 那就說 呃 怎樣做法 OK 好 首先的就是說 那這些 有機會是這樣的 OK 我們呢 有機會是這樣的 OK 我們是承台者 或者我們叫做等的人 呢 將你的背部呢 挨向你的高牆的木板那裡 然後 將兩隻手 合上手指 打開你的手掌 啦 然後 手掌放在你的另一隻手掌心上面 然後呢 擺在你的大腿上面 好了 另外呢 就是你要做一個姿勢呢 就是一個呢 好像前攻後戰那樣的姿勢 OK 如果你的腳呢 擺得太斜的話呢 其實有機會是不受力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那隻腳斜一點點 就是說 成一個直角呢 OK 成一個水平呢 手就 踩得好穩 OK 好了 手指記住呢 就不要呢 十指緊扣 交叉 因為呢 如果呢 當那隻腳呢 踩下去呢 人呢 起碼都有一百磅以上 對不對 有機會呢 OK 輕質來說呢 有可能呢 夾傷你的手指 嚴重的 都可能呢 令到手指骨呢 壓斷的 OK 所以呢 一定要留意 OK 或者正確做個示範 手掌 OK 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然後 腰部挺直 將你的手 升起 張上面 那個人 可以嗎 OK 好了 上去的人又怎樣呢 上去的人呢 踏上去 一個 承台者的手掌心的時間呢 要留意 是輕輕力踩上去的 OK 那 你有機會呢 是可以呢 將對方 抓住對方的腳 放在你認為 踩下去最舒服的地方 除了手掌之外呢 人體呢 還有些地方呢 是可以踩的 例如哪裡呢 就是 嗯 膝蓋 和 這個叫做 鼓溝 上面 膝蓋和鼓溝呢 中斷呢 這個 大腿的肌肉 OK 這個肌肉呢 是最強壯的 行不行 那千萬呢 不要踩到膝頭上面 還有呢 踩下去 你的鼓溝那裏 因為 鼓溝呢 有很多重要的血管 而膝蓋是很脆弱的 一個浮動的 一個骨頭來的 有什麼 踩淚呢 令到你脫膠了 OK 掉了波羅蓋 或者歪了等等 OK 好了 另一個地方呢 就是呢 你的肩膀的這個位置 就是呢 你的那個 近頸的位置 還有你肩膀的位置 中間那個肌肉 我們呢 肩斜的位置 或者叫做斜方肌 這個地方呢 亦都是呢 比較厚肉的 行不行 踩呢 只可以呢 踩剛才所說的幾個位置 千萬千萬呢 不要踩近頸 因為頸有很多 重要的神經 脊椎在那裏 OK 這樣會呢 很嚴重的 或者呢 又是呢 近膠位一踩下去的話 又叫脫膠 行不行 OK 好了 嗯 好 除此之外的 上去的時間呢 參加者呢 因為害怕的時間 當他失重心呢 他就會亂歪的 行不行 所以呢 旁邊在旁的人呢 你可以做一個扶手 例如呢 下面的人 握著一個拳頭 OK 給上面的人呢 用手 將他呢 包著 當是一個扶手 又是不要呢 拇指近扣這些 OK 另外要提醒參加者呢 千萬不要按 身邊 還要等 身邊的人 因為一按一推的時間呢 又是呢 會扭傷 那些人的頸椎 OK 好了 好了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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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